防疫全国会议在明天一早就要登场了 不过现在中央统一来调度 包括中央统一的对外的说明 所以全国都是升到第三级 但是疫情急速扩张当中 包括了国际舆论媒体也高度关注 包括了日本的NHK 防疫优等生神话破灭 日本媒体NHK记者走访台北街头 夜市门口罗雀各地加强消毒 而出现破口的最大关键 还是在于国门失守 包括日媒与美国电视新闻网CN分析 台湾疫情急速扩大 首当其冲的棘手难题 就是加速疫苗接种 ワクチン接種では 一昨日までに少なくとも 一回接種した人が22万人と 人口の0.9%に留まっています NHK更指出 看准台湾疫苗短缺 中国趁机市水温 打算提供疫苗支援台湾 实际上却是要试图撼动 蔡英文总统的政权 台湾随着疫情升温人心浮动 接下来如何长期抗战 杜绝疫情擴大 全球也同步紧密关注 三米新闻金属会报道 现在我们很担心是院内感染的部分 我觉得可能会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去把整个疫情控制下来 尤其是相关的医疗院所里面 因为大家会把重点放在医护 因为医护会照顾到病人 但是其他的我们讲的事务性的人员 或者是行政人员 他一样是在这个医院走来走去 他一样会跟其他的比方说 公务组有时候我们的灯坏了 我们的电脑坏了 我们还是要请他们来修 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的所有的人 到后来都被匡列跟隔离 这个会导致整个医疗上面的系统 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还是一样 我自己是看了一下感染的数字 我刚稍微整理了一下 我还是补充就是说 万华这一波其实是已经往外扩散 所以才会有板桥等等其他县市 慢慢慢慢各案跑出来 如果我们万华这边可以收尾 那慢慢会比较好 但是你要把万华扩散出来的这些 也要把它阻绝掉 它如果没有阻绝掉 它就会继续传播过去 那你看台北跟新北的感染的 所谓现在筛检出来的数量 台北因为它开了很多的筛检站 所以大家很认真赶快去筛 可是很认真去筛之后 你看到它的数字是开始往下降 表示就是我说 可能万华这边有机会收尾 就是感染的人都开始一个一个匡列到了 那没有出来的也没有出现 那也就好 14天之后他就不会再感染别人了 但是新北你看它的这个所谓的数字 在这几天都是上百的 所以也就是这个是我要把它解释成 从万华扩散出来到板桥 然后在板桥再扩散到新北 这一区还有包含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样台大院内感染的 就是说台大院内的员工感染 这不叫院内感染 院内员工感染这个状况 还是要请大家这段时间 是不是你可以跟你原来工作单位说 我可能是比较危险的那个族群 那我这两个礼拜你让我在家上班 避免导致整个单位的全军覆没 是 那今天有一个罗疫军所公布的院内的感染 那个应该其实就是洗肾中心 洗肾中心是一个我们很 这个状况确诊那怎么办 那原来的病人要怎么安排 其实洗肾中心安排他洗肾 这件事情比较好解决 但是现在麻烦的是说 你现在洗肾中心受到感染 洗肾的病人是比较我们讲的 身体抵抗力比较差的病人 他又是像台湾的很多洗肾 是要两天到医院去洗一次的 所以第一个他会有一些医疗的需求 第二个他这个是非常风险的血液里面的循环的部分 所以当然他包含被感染的病人的风险很高 以及这个过程中 他算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 这个过程中假设他造成的感染风险也很高 那这里面现在能做的事情 当然是这一类的相关的 所谓的这个诊所或者是机构 你要重新的去拟定你的防疫的政策 我必须说 昨天在北部有一例是他的洗肾中心 他自己去做快筛 那快筛完他说阳性之后把人赶回去 说那你就回家休息 这是不对的 你要嘛你就是跟卫生局通报 提报说我们这边因为有需求 所以我们要做快筛 然后我筛完之后阳性我要去哪里 你要让卫生局这边知道你在做这个动作 你不能因为快筛剂 甚至我今天看到有人在网路上在揪团买快筛剂 这是更风险的事情 是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的准确度多少 所以这里面你一个是造成无谓的恐慌 一个是造成无谓的尾音性的风险 假设有一些医疗院所 你认为你在所谓病人控制的部分 你需要先有这些报告 先有这些资讯 那我会建议你们先跟卫生局沟通 我怎么保这个程序 但是这个是比较担心 就是说因为国内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健保很方便 健保也很便宜 所以洗肾的病人其实过去几乎是九成左右 他都是所谓的血液透析 但是在国外 因为国外的医疗成本很高 人力成本很高 国外几乎一半以上是叫覆没透析 覆没透析的病人 一个月只需要去换一次他的水 就所谓透析液 可是血液透析 你一个礼拜要进三次诊所 这是我们过去长期以来 我们的所谓民众使用医疗这边 你导致了他的使用医疗 医疗使用量非常的大 暂时没有办法弄下 暂时没有办法降下来 那你只能把所有的防疫 做得更谨慎一点 是 我相信 这个是一个罗医军所证实院内感染的部分 这个血液的透析中心 因为三个人确诊之后 我知道说原本的部分 我相信原本在这个地方进行洗肾的 那一定会受到冲击 可以尽早赶快安排 那因为亚东医院 包括高雄的人会医院 都再度增加了这个血液透析中心的院内感染 但是在台北市的部分 张艺朗老师 真的重中之重 焦点依然是放在万华这个地方 但是万华人数在锐减同时 包括了他的一个 从快篩里头 那么获得确诊的阳性率 好像这个比率也在下降 也算是一个正面的好消息 赵艺朗老师 对 我觉得林静怡医师刚才所说的 当台北市 你广开快篩 篩的范围越来越广 但是阳性的比率越来越低 或是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们可以大概假设 这个疫情在台北 以至万华所扩散的状况 是在舒缓中的 但颠倒来讲 新北市的快篩还没有开始展开 也就是它的篩选的量 还没有启动 但是确诊人数是晚上攀升的 那么新北的状况 自然是比台北市要来得严重的 这就是我得到了这个解释 现在台北市的快篩的阳性率 从5月13号开始开的 前四个5.4 到5月14号11% 到5月15号9.7% 到5月16号10% 再到昨天跟今天的7.9 跟5.1 就验证了林医师 跟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假设 但是不可掉以轻心的是什么 向外扩散 不论是在台北市的 或者是像其他县市的 都跟万华是有关联的 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好消息是都有关联性 比如说台中市东海大学 有个学生确诊 结果想办法去追溯他的疫调的时候 他自己也坦诚 也鼓励这个东海社会系大疫的学生 他说有万华的朋友 下来跟他吃饭 终于知道又是万华 万华五眼福建 刚才账号讲到高雄去 其实是高雄来台北 又把这个病毒传回高雄去 结果东海大学确诊这个个案 是跟万华朋友有关系的 这第一个个案 第二个是台北联合医院 松德芬院今天有两个确诊 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确诊的一个是药剂师 一个是看护 原则上药剂师在医院之中 跟病患接触的比率 一定是比临床的医生 跟照护的护士要来得低 他为什么会确诊 结果后来一发现 他住万华 所以大家又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住万华 那个看护基本上就比较有问题 就因为他并不是院内专属的看护 是从外面流动而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 就必须要想办法 去做接触室的匡例 但我必须要说的地方是 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是 柯文哲市长 跟其他县市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 台北市现在放弃做疫调 我觉得各位说做疫调有什么好处 虽然很多人说 那疫情都已经打开 都已经失控 我觉得至少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就地缘上我们可以判断 所谓的热区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呢 让民众去做快筛之前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比如说我住在天母 跟万华的人都没有任何接触史 我周章的朋友都没住在万华 那你为了求个心安 你去做快筛 不是就像我们 浪费医疗资源吗 所以公布足迹有一个最基本的好处在哪里 有一条无形的线 让民众呢 可以做理性的自我判断 我们看新北市他公布足迹 他公布足迹呢 现在就可以呢 反映出这样的地缘关系嘛 我们说的5月9号到5月17号 这几个确诊个案的足迹 大概集中在哪里 以中和跟板桥为主嘛 那这就符合了一个统计上 最基本的一个趋势嘛 同样的新竹市政府呢 也公布了这个确诊个案 爱2349跟2350的这个足迹 大概呢也可以发现呢 都是在新竹市北区跟东区一带 最多呢他走到了桃源的龟山 那么对于这个新竹东区跟北区的民众来讲 他可能呢更要严正一带 虽然呢正好所说呢 那么呢通通都超前部署好了 但是就如果有一天地方也要做快筛的时候 这是一个呢心理上跟客观上呢 很好的依据 回到台北市的部分 其实呢市政府在做呢疫情的时候呢 居住之前真的要做好联系 有一个个案是啊 有一位单亲妈妈 他确诊送医之后 后来呢他才发现 他小一的六岁的女儿 十个小时呢都没有人照料 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本来把女儿啊 交给姐姐来照顾 结果姐姐跟他九岁的女儿 也确诊了 所以也送医了 结果呢等他送医了之后呢 这个单亲妈妈 后来呢才跟一个议员陈琳说 我不知道我现在女儿人在哪里 是不是在家里 等市政府啊市府人员 去他家的时候 找不到人 发现他在路上犹大 所以呢这个时候 是不是卫生局跟社会局 应该做好横下联系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 跟这样的状况呢 还有呢国泰金啊 的总公司哦 在仁爱路的这个 仁爱大楼的三楼 他的那群人员呢 就已经有确诊的个案了 但我觉得我不需要表彰啊 这家企业 既然有员工确诊了 就就地宣布 所有人呢 就在家里办公好了 为了避免这个公司的群聚 所以呢 从台北市的状况来看的话 纵上所述呢 我们可以从客观证据呢 告诉大家 他正在收敛中 但是呢不代表呢 这个疫情的危机呢 已经解除了 是有这样的趋势 我们可以稍微乐观看待 但是为了避免 该从东海大学 最后跟朋友讲 那些啊 有那种想法是啊 我们走去台北投资啦 那结果台北疫情啊 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呢 我鼓励啊 现在所有停课的人 回家看阿公阿嬷啦 会跟阿公阿嬷同住啦 会回到故乡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台北跟新北有很多 这个南部啊 来台北工作或念书的 家长或是学生嘛 这个做法是错的 曾师傅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 避免要区域的移动 如果呢 你在哪个地方啊 这个工作或就学 你就好好做好 居家自主健康管理 不要随便出门 更不要的回到阿公阿嬷家啦 所以 其实雨哲老师的忽略 呈现在最近的一个状况 也有可能 那双北率先 进入了三级警戒之后呢 很多的孩子 那干脆 反正也是online上课 就是已经扩散到中南部 那我在 我紫武匡秀出一个各大校园 那学生所po出的一些画面 因为他们看到化学兵 在进行校园消毒 然后就开始去问了 那有确诊吗 我是觉得旧益部 你应该通立各大专院校 各级的学校 遇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要赶快出来沉津 有还是没有 真还是假 你知道这些年轻人 现在有可能 他是在宿舍里头 那年轻人上网的几率非常高 那么动不动 LINE啦 FB等等 可是你散播出去之后 会引起校园的恐慌 有硬不硬 这个东西要去制止 你不要在宿舍聚集之外 还忙着去造谣 校园的恐慌 这个时候说真的 不需要这些部分 那当然了 遇到有学生这种情形 学校赶快站出来沉津 真还是假 这一步也要通立各大专院校 各级的学校 这个时候 沉津即使沉津 而且训令这些孩子 是非常重要 当然你不能像 仿造是过 美国像各个大学 就是说我为了清理 可能把学生 在住在宿舍的部分 还要把他赶回家 很多学生 你说赶回家 你要赶回去哪里 他们当时要赶忙 你把他赶回忙 他们当时要赶忙 赶忙 我想这个部分要从长记忆 好我想请教 今天特别邀请到 苏院长来到 苏所长来到我们现场 国家中纪药所长 苏宜章来到我们现场 因为清冠1号获得了 卫福部在紧急授权之后 最快这一周 COVID-19有药可以医了 来 所长我想请教 在疫情升温当中 在我们跟三类 跟Discovery进行合作的 纪录片里头 我们曾经通过画面当中 看到走访了 这正是在国内抗疫中药 清冠1号 在国外热销的过程当中 我们走访了 当时在阳明大学 是在阳明大学 是卫生福利部 这个中医药的所长的 实验室里头 现在的最新发展 最快最快 因为很多药厂 已经提出申请 为什么这个时候 会获得紧急授权 用意是在哪里 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所长 好 谢谢小军的 给我这个机会澄清 因为最近我们也接到 非常多的电话 以及一些讯息的询问 希望我们来厘清一些问题 所以我想我先跟大家说明 疫苗跟这个药物 有什么不同 疫苗是一个很重要 进到我们身体以后 它产生抗体 它会一直持续在血液之中 能够来保护我们身体 对抗病毒的入侵 那药物是吃进来 血液浓度提升以后 它才在这个有效成分的作用下 那所以如果你药物停了一段时间 它其实就不会有作用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先了解 那所以我们利用疫苗 来做一个全面性的 大范围的 各种族群之间的一个预防 那药物做什么呢 我们在国际上 目前有几个药物 都是针对重症 对于这个轻症的患者 我们因为药物 清冠疫苗到了国际上去 我们也发现 本来要在国外做临床试验 发现有一个大困难 是因为国外 大概都只有重症在医院 因为已经让医院快要崩溃了 所以轻症基本上 都是在家里居家隔离 所以这样的研究 并不是那么好进行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 现在台湾的医院 这个医院的正常运作 能够照顾我们身心的这一些 特别是这个重症的这些医院 能够维持它很正常顺畅的运作 那过去我们的策略 很多轻症或是感染后 还未发生症状的 我们就进到护压隔离病房 那这样子的累积 特别是现在的速度快的时候 这个医院其实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国家很清楚 这有一个调整的策略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把我们过去研发上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轻症 大家记得轻症的患者 大概占了80几percent 那无症状也带有一些部分 是存在着 那真正的重症的比率 只有十几percent 特别微重症 可能只有两三percent的 这样的一个数目 所以我们不可以让这一个轻症的这些患者 或是无症状的这些患者 在护压隔离病房里面 造成了医院很大很大的负担 所以一开始研发清冠疫号的目的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轻症 可以拦住 不要往重症发展 甚至如果它可以逆回 那转阴它可以进到我们的社会上 大家就非常安全 所以我想跟大家先澄清的就是 清冠疫号是一个治疗性的药物 它就是一个处方药 那虽然它里面都是我们平常的这些中药 那它有部分 少部分是属于德工食品使用的中药 那还有呢 超过一半的药是治疗性的这个中药 所以民众常会问说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拿这个药 来当作预防性来保健的药物 那我们记得 这个大家过去对中药 都当作一个保健的一个材料 保健是在身体稳定 没有问题 或是在慢性病里面 我们希望维持它很好的一个状况 这个叫保健 但在急性病里面呢 我们是不用药物做这种保健的 所以我们分出来 第一个呢 它是在治疗病人用 第二个是对高风险 大家记得我们在临床上 常常会为了病人 已经有一些状况可预期的 所以会预防性给药 所以我们所谓呢 清冠疫苗可以预防 是针对高风险的族群 做预防性的给药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提前 比如说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对 如果像刚刚提到了 有这一些接触史 那我们可以预期 它有很高的这个发病率 那或是说呢 它存在一个高风险的范围里面 医护人员 或是过去我们在谈到的 这个空运海运里面的 机师或航海的人员 那其实它可以发挥 在它执勤过程前后里面呢 需要做的保护 那我们过去在几个这个驻外代表处呢 其实也是大家看到 非常严重疫情失控的国家里面 那我们这个代表处 也运用的这个药 达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所以同样的概念呢 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次的 这个做了重新的政策调整后 我们对于轻症或是呢 无症状 那已经确定是阳性的这一些 这个民众 我们在不管是检疫所 或是还在防疫旅馆 在相关的这个机构里面 可以不用让他们冒着风险 这个在没有药物可用下 做隔离 或是让他到医院去 反而造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大概是 目前国家做这个调整 那我们也积极配合的原因所在 是 过去的治疗的状况 所谓达成的疗效是多久的时间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他们先投以西药 比如说瑞德西韦的治疗 发生无效之后 转而透过清冠一号这个中药 然后才可能因此有大逆转 这样有实际的一个案例 可以说明吗 是 我们在一开始去年 主要在四月份 是一个集中研究的过程 那原来前面有六个案例 在彰化基督教医院 那是采用传统的辩证论治的方法 也就是没有固定处方 那后来在部里面 跟长官也谈到相关的概念 就是防疫上没有办法 一个一个病人去分开给药 而是要有一个标准性 有效性的一个处方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 在三军总医院 以及几个台中罗民总医院 高雄长庚几个医院 就采用一个标准处方 那一开始中西医合作照护的时候 西医师也想知道 到底中药有没有效 所以我们第一个案例 其实是并未通知 微重症的病人 那因为有效果之后 接下来就是在加护病房里面 重症的病人也会诊中医 那效果也在西医师的评估下 认为相当好 所以在扩展到轻症的患者 那从去年到现在 这个陆续我们大概累积 持续在累积的这个治疗案例 目前大概有四十几例 所以对于微重症 也就是插管的患者 对于重症病人在加护病房 以及轻症的病人 那大概都有观察到 这样的一个成效 那最重要是当药物到国外以后 那国外在不同的国家 那在使用上 民众使用上 或是透过学界 我们的外交的这些管道 得到回馈回来的资讯 也是大家对这个药 其实都还蛮满意的 其实也是因为国际上的反应 让我们以及国家 也对这个药更有信心 国外哪些国家 已经是那么透过专利 它开始在销售跟使用 有哪些国家 现在有十几个国家 详细上我们在相关的 这个国家中医 要研究所的一些网页 我们因为有民众 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专题 会把相关的资讯 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大概我们会把最正确的资讯 提供在这个网页上 因为是一个国家机构的网页 会比较可靠 我们真正比较大量在协助的 包括了在非洲 在俄罗斯 在美洲那边 其实东南亚 最近在印尼 泰国 菲律宾 都有相当多的 这些感染的患者在使用 目前也持续一直在协助 在整个销售上 药厂跟我们回报 大概有十几个国家 比较积极在使用 我们多个代表处 在当时发生 这个烽火连贴的确诊案例 包括现在正在发生 印度代表处 也应该都还在使用清冠一号 对不对 没错嘛 重症包括轻症的部分 都已经有具体的疗效 我想请教一个 很关键性的问题 特别带来十个中药方 对不对 十个中药方到底是什么 那一般我们的中药的概念里头 都是我们到中药行去抓药 抓了之后 回来自己去煮 然后喝 这样的十个中药方 可以这样子使用吗 那对于民众来讲 正确使用的方法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样的人不宜使用 现在所谓的清冠一号 有没有可能 好 谢谢 我想让大家也了解一下 中药其实是农产品 那特别是我们这一次在研发上 也参考国际上的规范 我们特别去除掉 中药过去也会用到动物 或是矿物类的药材 所以我们特别把它剔除掉 特别是以美国FDA 或是有一些国家 特别会管制的 譬如说在大陆他们在防疫上会用到的麻防细心 那这个有一些是在国际上会比较管制的药 我们特别把它去除掉 那我们把它叫做中药 但是在国际上他们叫植物药 植物药它可以当药 也可以当做食品 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国家 它是用食品补充剂来使用 那我们是非常长时间在使用中药的一个国家 我们的民众根据去年世新大学的调查 我们大概有八成的民众会去使用到中药 所以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中药它基本上在临床使用会有几个目的 譬如对于这个瘟疫对病毒性感染 它就会有去对抗病毒的药物 它会有调节身体 对抗病毒反应过程的一些机制的药物 那还有产生了这个病理产物 譬如会有很多痰塞住了我们的气管 让病人很难呼吸 需要去插管 那这个有不同的药物 所以中药大家常常看到 不会只有用一个药 都是一个副方 那这一次我们用的十个副方 它有一个基础 是明代在对抗瘟疫的一个处方 去做调整 那不同年代 针对它的这个瘟疫的病源 以及这个在气候条件不同 所以其实药物不可能把骨方照着用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调整以后 形成这十个药 这十个药在我想媒体网页上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这里面有三个主要的药物 是在对抗病毒的 像这个鱼形草 黄禽 板南根 这三个药物 那有几个药物是在调整肺部的一些功能 像经界 薄荷 商业 防风 这四个药物是在调整呼吸系统功能的 然后有处理那个刚刚讲的病理产物 痰会塞住的 肠胃功能会障碍的 有厚破 瓜柔这样的药物 那最后一个在我们日常食品中 大家常看到 大家都会加甘草在煮东西 那这个甘草也是在调整 这整个药物的一个作用 所以障碍药叫农产品 农产品要变成药物 其实是非常困难 困难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想象 这十个药 大家想象是十个食材 回去煮菜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煮出来都不同味道 所以实际上 它是很难去做标准化 那民众其实呢 自己去取得这些材料的时候 回去家里再做处理 实际上你做出来的 这个药剂的浓度 有效的浓度 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做把握 所以基于刚刚讲的 疫情扩展非常快 所以我们不允许它有不精确 不允许它会有 没有效的这种状态 所以一定要透过了 医师的厨房签 是 而且呢 我们就很精确的 去把这个成品做出来 那我们目前授权 有八个台湾的GMP药厂 那这个GMP的浓缩中药厂呢 每一个成品都要经过 我们所的生物活性的检测 以及成分化学的这个检测 那检测完以后 才可以确定它达到了 台湾制造的这个标准 然后呢我们再送到呢 卫福部中医药师 去做相关的这个认证 所以一开始走的是 外销这个药品的一个认证 那等到呢 它认证也确定了 那再补充相关的一些资料 才会去经过这个星期一 大家听到的 国家的一个专案的一个授权 一方面有外销的许可证 已经畅向到欧美这些国家 那我们在紧急授权当中呢 现在有国内的很多的包括中药行 已经跟就是青冠一号这边取得了合作 对于消费者来讲 他未来如果他觉得他有需要的话 怎么去取得怎么去够得 跟医师之店处方签的互动又是什么 是我想因为它是一个处方药 民众其实自己无法去做判断 就像刚刚在讲的检测 是不是民众可以自己买来检测呢 因为这是一个专业的问题 也一样你不可能自己买了疫苗来打 也必须要由医师来监控 所以在这些药虽然是很平常 那可是因为它是有对抗病毒 治疗我们身体病毒感染之后的反应的 积极的药理作用 所以虽然它是很平常安全的中药 但是对于肠胃功能敏感 或是我们在民间讲说虚寒性体质的人 他吃了他就可能会有胃肠的一些不舒服 以及会比较疲倦乏力的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民众为了长期的预防 去吃这个药来作为预防 我刚刚讲它就是治疗 它可以是积极的预防性给药 但是它仅只对于高风险的这个族群 才有这个需求 是 非常谢谢苏一张所长 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 因为去年经过了包括三军总医院 还有长中禁令医院 还有台中荣民总医院 包括彰化基督教医院 他们的临床证实有疗效之后 事实上已经清冠一号 已经取得了外销的许可证里头 国内的紧急授权 在这个时候对于轻症 可以可能快速治疗 甚至过去的一个治疗的经验里头 连重症患者都有可能转因的结果 这算是在这一场防疫的风暴里头 带来及时与另外一个正面的好消息 是 卫生那目前为止 疫情对产业包括台股的冲击跟影响是什么 是 我们知道今天台股开盘的时候 也是呈现一个震荡状况 一开始有上涨 后来到了大概11点以前 是呈现一个往下一个修正的情况 不过是到了大概11 12点的时候 开始又走 其实最重要关键是在这个时间点 传出了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就是我们COVAX取得的40万剂的AC疫苗 已经要来台湾了 而且跑马的都在跑 就在下午4点 在我们现在在录影的当下 就会抵达台湾 这样这个消息进来也鼓励 也激励台股往上的一个进阳 进阳之后 收盘虽然呈现一个小跌的状况 但整体来讲 今天的成交额4000多亿 目前为止包括钢铁类股 你可以看到全 你看涨停板的加速到目前为止这么多 然后再加上以及航运的类股 这样这种都是属于 刚性需求的一个相关的类股 航运类股也都是 非常多的一个涨停板 由此可见 只要你是一个刚性需求的一个类股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表现都非常强劲 那电子股的部分 因为受到昨天美股的一个科技类股 走跌的一个牵累 所以今天的科技类股表现 相对来讲是比较低迷 不过今天整个外资大卖快300亿 但是我们的台股 还呈现一个小收率的一个情况 显现其实台湾的基本面 目前为止还算是稳定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觉得说 外国的疫苗来的 对本土的一个疫情控制 会有一个稳定的效果 但是很奇妙的 其实在今天的指挥中心中 那边发现 他不断地去强调一件事情 假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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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换个角度来讲说 疫情控制其实不错 但假讯息这种看不到的 一个敌人反对 反而会对于台湾冲击比较大 那这个假讯息 其中一个最重要 我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在强调这个疫苗 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其实这两天 已经有一些绿营的 蓝营的一些政治人物 开始释放个讯息 什么讯息呢 国土疫苗 本土疫苗 七月要出来 为什么现在开始在讲 七月要出来 为什么现在COVAX 这个时候来 你之前都不来 是不是蔡英文 在帮特定的生技公司 在炒股票 现在已经有开始 这样氛围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氛围出来 就是希望台湾的人民 不要去打本土疫苗 为什么希望台湾的人民 不要打本土疫苗 因为现在上海复兴 他们跟BioNTech 代理的复辟钛 快要过期了 他们这些复辟钛的疫苗 快要过期了 在中国目前为止 还不能去施打 上海复兴的复辟钛疫苗 他们根据现在资料统计 他们有4.5亿剂 他这4.5亿剂 只能在中国 澳门 香港 台湾 这四个地方去贩售 中国目前为止 七月以前 完全一剂都不能贩售 如果中国一剂都不能贩售 他4亿多剂要去哪里 所以他现在只能往香港跑 香港大概打了100多万剂 只能往澳门跑 澳门现在目前为止 传出来是大概也大概十几万剂 这么庞大的数量 他只能往台湾这边灌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从上个礼拜 新北有议员说 赶快我们油管道 要跟中国买疫苗 再加上金门县长 现在也说 赶快我们要跟中国买疫苗 为什么急着要跟中国买疫苗 要帮人家清库存 因为快过期了 大家想说 那为什么要帮他清库存 我跟你讲 这个4.5亿剂的疫苗 一旦过期 会对于上海复兴 产生多大影响吗 他们在2020年12月6号的时候 已经跟德国的Biontech 签了一个2.5亿欧元 一年要5000万剂的 一个这个部分的一个供应 但是全年的部分 他们其实说 应该要有一亿剂 那现在他们更框更大的量 是希望要有10亿剂 但是钱已经丢下去的部分 起码可以确保 应该有5000万剂 然后这5000万剂 就是先交货 后面会陆续交 先给他第一期的金额 是1.2亿 25亿欧元 这个钱是1.25亿欧元 是去年底都已经弄好了 那他们现在说 已经出货的是4.5亿剂 我们不知道他说 已经出货这4.5亿剂 是陆续出 还是一开始就全部出 那还是说 今年原本完全年底前要出 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他现在手上已经有的 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8月要过期 所以他现在要开始把这个 有可能要过期的 要先出售 那现在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本来在上个月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新闻 上海市长李强 跟BioNTech的CEO 就是那个老外 他们开了一个记者会 说什么记者会呢 说中国最快 最慢在7月 可以开放这个 让他们施打 这个BioNTech 也就是复辟态 在中国这边施打 所以那时候股价 他们有呈现一个进阳 但是到现在为止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李奇竟然被调查 李奇竟然被中国政府调查 他所被调查的原因是因为 他涉及蚂蚁金服的一个案子 因为他们发现蚂蚁金服 在当时推上市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勾恩双勾结的状况 其中就牵扯到上海市 所以现在本来是 这个上海市长李奇 跟BioNTech的刮蚂蚁金说 我们上海这边可以先打 让你打这个上海附近的复辟态 那现在问题是 刮蚂蚁这个人 现在被接受调查 所以现在到底复辟态 能不能及时在6月7月 取得中国开打的这个申请执照 现在是存在变数的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上海附近 手上有的复辟态 不知道有多少剂 但现在初估至少有几千万剂 这个部分要往哪里丢 只能往台湾丢啊 因为他们现在其他地方 都不能只有香港 可是香港量人不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会发起有非常多的讯息 告诉你台湾的疫苗不要打 蔡英文要去捧哪一些公司的股票 然后再来又跟你讲说 这些AZ疫苗有副作用不能打 所有的一切其实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帮上海附近复辟态去清货 因为他们现在其实有很大的库存压力 那另外一个你会想说 那复辟态这么好 为什么中国不开放打 因为如果 你十四亿人口你自己开放打 就不会有过期的问题 你自己的国民自己先打 好 为什么 因为只要一开放 全中国人都要打外国的疫苗 那你国产的那些国药疫苗 你科兴疫苗你不让人煮 没人要煮啊 那这样子不是变得是 连中国人都不打中国疫苗 那你颜面何在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到目前为止还卡关 不愿意让这个上海复兴的这个复辟态 可以在中国施打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因为他们已经有 要的量已经定下去 有的货已经有了 所以他们才会要请销台湾 来 我想请教张一小老师 真的是鬼头了吗 因为我这两天有看到 台北市议员喊话柯文哲说 透过松城论坛 姐妹是赶快来买疫苗 同样在推销中国疫苗 张一小老师 对 其实呢 根据我个人的这个管道了解是呢 本来呢 六月份要举行海峡论坛 之前为大家说过呢 七月一号党庆 所以说呢 对台的大内宣呢 要做好做满 现在呢 刚好遇到呢 台湾疫情上升 刚刚好呢 就变成是呢 认知作战 或是对台统战的最佳时机 今天我看到一个 莱银学者 接受中国媒体的访问 这位莱银学者呢 过去曾经担任过马政府呢 重要的职务 他居然告诉大家说呢 呼吁民进党政府 如果没有疫苗的话 在目前疫情失控的状况之下呢 赶紧开放中国疫苗 这个风向听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 第二句话 我听了毛骨悚然 他说开放了之后呢 反中的人可以不要打 接下来如果说 接受两岸关系和平的人呢 就赶紧打中国疫苗嘛 你怎么会把两岸关系的 统跟毒或是蓝跟绿 作为打疫苗化线的标准呢 这位教授 我个人过去非常非常尊重 属于蓝营的温和派 结果他今天接受中美访问的时候 居然直接大落了 告诉大家这样的风向 第二个 之前呢 AZ疫苗采购啊 在时程上呢 有所呢 这个延迟 今天呢 管单委告诉大家 AZ疫苗的这个时程呢 谁 无形之中 有形无形都在干扰 就是中国嘛 慧珍刚才说的是商业因素 现在呢 我们讲的是 所谓的这个政治因素 特别是呢 除了干涉 如果你呢 去取得 这个AZ疫苗之外呢 现阶段呢 这一个礼拜之内的 认知作战的饱和程度呢 已经达到最高点 他是怎么操作呢 他就要操作 透过各种管道 想办法制造假消息 造成台湾疫情 已经完全失控了 完全失控呢 有各种说法 有的是说要封城 有的是说要普筛 但是最终的目的 都是一样的 纷纷呢 所有的这个亲中的蓝营人士 或是呢 医疗界的人士 或是媒体人 告诉大家 解放就只有一个 这个一个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大胆呢 假设 假设台湾呢 7月的国产疫苗 缓不济及 然后呢 台北关系再紧密呢 该拿到的 美国的相关的疫苗呢 都拿不到 所以呢 现在台湾没得选择 在疫情失控 或者是无政府状态之下 台湾赶紧接受中国疫苗 但是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在于 取得国际疫苗 我们早知道 中共会干涉 所以呢 这个陈时中跟卫福部啊 关于疫苗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不要忘记之前国民党 还要成立所谓调院小组 就是想要了解 我们取得疫苗的进度嘛 今天呢 40万剂的这个AZ疫苗 直接打脸 这些人的说法 更不要说 昨天呢 萧美琴大使 已经告诉大家 500万剂的莫德拉疫苗呢 大概在5月底 6月初呢 就会送离台湾 但是呢 这样说都还不够哦 因为这些人不断的带风向 告诉大家 台湾的疫情啊 基本上已经到了 这个最危急的状况 除了封城之外 除了土塞之外 已经没得选择了 所以我们要为大家说明 这几天管局也都证实了 认知座债跟假消息 因为呢 国内传谣言的部分 传假消息的部分呢 我们已经提醒大家 有三年以下 跟300万的罚则 可是境外的攻击 或是在社群上 不断的制造假消息的 这个频率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郑重呼吁大家 你如果要陷入 中共的统战阴谋 或者是呢 要把疫苗这种健康 跟科学的数据呢 套上意识形态 跟统都 我再说一次 哪有说打中国疫苗 基本上就是呢 这个化线标准 是在于反中跟轻中 谁告诉你说 中国疫苗是可以进来 如果这些蓝迷人 是要继续在中国疫苗 我觉得只有一个 最简单的方法 你们在立法院提案就好了 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嘛 你要在这个风向 直接交给立法院委员 来提案做说明嘛 不要在外面敲锣打鼓 我们连线给前 台北市医院 同仲宴 同仲宴今天从万华 空拍到 今天的台北街头 这两天的台北街头 呈现什么样的实景 70例当中 万华人数依然是最多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公开 透明更多的资讯呢 观众朋友 这是在台北市将近 260万人口当中 万华在哪里 能看到万华市 稍微颜色比较深 是在这个地方 万华在这个地方 那万华有31例 今天有31例 昨天也有41例 那万华的附近呢 万华的旁边 这个地方是哪里 是中正区 这一块是哪里 是大同区 这个是大同区 这是中正区 那这一块是哪里 这是大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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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是哪里 这是文山区 而这一块呢 是信义计划区 这是松山区 这是内湖 这是士林 那我们看到 这个是哪里 这是中山区跟大同 万华有31例 中围绕号附近的大同 中正大安 包括像是信义文山 那到底确诊状况是什么 不应该公开透明 让民众有个参考资料吗 来 佟仲彦 我连线给你 我想看一下 现在的空拍画面 所呈现的万华 是什么 最近状况是什么 佟仲彦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在万华空拍的一个画面 这个整个空拍是从在龙山市 前面的这个蒙甲公园 开始往前来前进 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香火鼎盛的龙山市里面 现在可以说是空无一人 那路上的车子也是很少 我们光是在这个画面里面 你说看到车子 除了停在路边之外 有在路上跑的车子 可以说大概三辆两辆 然后这条路呢 就是西原路 在右边这一侧的西原路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 几乎完全没有车子 而万华现在可以说 像空城一样 一片的死急 而继续前面这边 这个横的这一条 就是和平西路 那在和平西路继续往前走 就是西原路 那西原路往前 继续前进的方向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就是在西原路跟蒙甲大道 交叉的有一个 第五个塞检点这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空拍机的镜头 是往大理街这个方向去看 原本的大理街 是台北市所有的这个成一 可以说是批发的中心 而在这里是塞到这个路 完全都没有办法通过 我们现在看到 这横的这一条应该是大理街 那这里完全看到一台车都没有 甚至在路上连人都看不到 这就是现在的万华 一片的空荡荡 你看这个路上 这个整个路 看起来 难以想象 龙山寺附近 完全难以想象 人身鼎沸 竟然是一片死急 如此的空荡荡 对 这看起来我们会心寒 会觉得难过 那继续看下去 这个画面继续的前进的时候 这个地方继续前进 就会到接下来是在蒙甲大道的地方 会有一个就是筛检站的地方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路口 这原本也应该是一个相当繁华的路口 而这就是在蒙甲大道跟西原路这里 你看那么大路 两边都是三线道 而这三线道里面完全看不到任何的人 而这一片的草原 就是和平清草原 我们看到一点小小的这个绿色的帐篷 就是现在在做筛检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的万华 万华的天空 现在一片的脊梁 一片的可以说是 我们觉得看得真的是相当的难过 这就是万华 像一座死城一样 这就是现在的万华 令人鼻酸是很多的确诊者 可能还孤零零在家中 因为九岁的孩子 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令人鼻酸 还好全力动员 找到他也救了他 因为他也确诊 那类似我想如果台北市警方 在这个事件能够动起来 包括合法掩护非法 是不是利用这个时候 应该要积极去面对呢 仲燕 对现在相当严重的问题是 昨天万华有一位这个议员出来讲 他说所谓的这个外籍女子 都跑到中南部去 他讲了这句话之后 我接到很多的电话 那都是万华地区的居民 都说黑白宫 其实这些人现在都在漫画 因为他讲到一句话说什么 这些他们回到雇主 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们现在台湾是没有开放 大陆的人士直接来台工作的 所以怎么有可能有所谓的 中国的看护 这些都是非法的 那包括越南籍的 那我昨天晚上就接到了 一个陈勤 那我也到现场去看 这是一家 泰式的按摩店 那他现在你拍到 这个黑压压的画面是 泰式按摩店 对这个就是泰式按摩店 他的楼上 他在楼上这个地方 其实里面都还有人的 那我们早上的时候 也拍到 有人出来晾衣服 那这整个黑压压的一片 一直到早上 我用比较好的镜头来拍 特地去拍 因为我要确定说 里面到底住了多少人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大家一看都知道 这都女孩子的衣服 而且不像是那种很老的 女人的衣服 这大概都是年轻的女孩子的衣服 那在这边 其实这一家就是在万华 当地相当出名的一家泰式的按摩店 而这里面的中国籍的工作者 他们就住在楼上 都在楼上 这大家都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远景不知道 而就在这家泰式按摩店的附近是什么 第一个是金地大楼 第二个就是我们原本看到 这里就是金地大楼的地方 这里看到这就是金地大楼 这金地大楼里面都是一楼一缝相当多 而现在这些人也都还住在里面 那这附近的居民可以说是都相当的恐慌 而这里的旅馆旅店 晚上也都是灯火通明 继续在营业的 那另外这里就是钻石大楼 这边就是钻石大楼 那钻石大楼之前 台北市政府万华警方 也是雷厉风行的去做扫荡 那但是呢 这个中国籍的人士 他们还是一样住在这个里面 其实就在在地 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中国籍的人士在里面 应该都要全数来做一个清查 是是 阿东提供这些这么珍贵的画面 一路走来 不管是快筛之乱 特别市政府终于积极去面对 但是这样子够吗 包括现在万华这个阿公店 警方说10点的27个小姐都找到了 只有这些有问题吗 当然这些送到了快筛战区筛检的过程当中 阿东提供这些画面 特别是警方可不可以积极去面对呢 非常谢谢阿东 从蔡英文总统现身公开说明 一直到每一天的CDC固定两点钟的记者会 都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严防假新闻 来我请教是林医师 到底台湾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态势 其实一直从去年以来 每次那个即使就是陈时中部长在中央指挥中心 他们在每天的记者会 都让你问好问满问到保 我们还是会收到非常多的假消息 那我自己是觉得现在多数的民众都已经能够认知说 这个是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出来的资讯 可以相信 这个就是从某一群人 那一群人都是从去年就不停地讲普筛方舱 讲盖牌的那一群人 那一群人从去年到现在 说实在的大家都讲说 不准的钟一天还是会准两次 因为它就卡在那 就是一定会对到两次 但是这些你说以下不准的钟 从去年到现在也还准不到两次 大家已经对于这种资讯的信任度降低 来苏教会怎么看呢 我们如果看到疫情指挥中心的陈时中 他这么一年多来讲的其实都一样 都是根据科学 根据数据 然后告诉大家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我们现在在哪里应该要怎么做 他不会说还没有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喊要封城 还没有到这里的时候 我说要做一些其他的 比较绕狠话式的这样的状况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 当然案例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要谨慎 可是如果市长带头说 还没有太严重的时候 就说我要该封城就封城 结果当天晚上就开始抢物资嘛 那其实这样反而是一个群聚 而且造成大家的恐慌 那你说现在方畅医院喊出来了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方畅医院是什么嘛 是到非常非常紧急 所有的医院都不够的时候 那找一个比较大的地方 把所有的人放在那里 一个床铺一个床铺 然后可能只有一些塑胶布格的等等 然后医护人员也不太够 那个是最紧张最紧急的状况 可能在中国在印度 现在大规模爆发的时候是这样 可是台湾到这个时候了吗 没有啊 在一场疫情依然紧绷的状况底下 40万剂的疫苗 在今天已经来到台湾 那控管中要优先给高风险的 防疫人员来施打 全国都是提升到三级警戒 全面打击假消息 因为每天会开全国的防疫会议 而且防疫会议全国性 这是由内政部长陈宗燕所召开 非常谢谢各位 持续锁定新团队 我们再会